今天我想谈谈9月的最后一周,也就是从9月22日到30日。 我会观察月亮经过不同星座和宿舍时的情况,以及其他行星相对于月亮会产生的影响。 实际上,月亮代表着我们的心灵和感受,因此随着它每天变换星座,我们的情绪也会随之变化,进而影响我们在9月最后一周的感受。 接下来,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述全球大众意识层面发生的事情。 我在电脑上看了9月22日,这一天月亮和木星相合,这是个好日子。 我喜欢月亮和木星在一起时带来的乐观情绪。 月亮代表我们的心灵,而木星象征机会和乐观的态度,所以这一天人们会感到心情愉快。 但月亮处于披星,披星有点犀利,所以在与木星相合之前,事情可能并不完美,但正在好转。 然而,火星位于月亮的第二宫,因此要小心,明智地使用语言,不要过于突然或说出伤人的话,否则人们的感情可能会受到伤害,而你可能甚至都没有意识到。 此外,我注意到太阳和凯图正逐渐在处女座合相,随着她们逐渐靠近,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会变得更加紧张。 9月的最后一周将会非常激烈,因为10月的日识即将来临。 由于月亮位于阿尔德罗秀,她代表着风暴之神,泪滴,并与火星同在。 因此,这一天人们容易无缘无故地感到愤怒和兴奋。 要特别小心家中的情况,可能会发生损坏或故障,因为凯图位于与太阳同在的第四宫,而火星与它们形成了相位角,所以今天和24日要格外谨慎。 此外,水星与天王星形成完美的三分项,这意味着这一天非常适合精神追求,头脑清晰,发明力强,你可能会有一些极好的想法要保持警觉。 同时,月亮与火星的相位形成了一个月火瑜伽,这实际上对商业非常有利。 所以,这一天非常适合处理商业事务,虽然家庭方面可能不太顺利,但在工作上会有很多变化和调整。 然而,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对商业非常有利的日子。 9月25日,月亮中午左右越过了火星,因此我们仍在处理一些与愤怒有关的强烈能量,但这一天依然非常适合完成商业项目。 尽管木星位于月亮的第十二宫,这一天你会睡得很好,得到足够的休息,宫。 做场所的情况也不错。 因此,这一天非常适合完成很多工作,但需要谨慎,避免与火星和月亮相合时过于激进。 当天中午过后,月亮将进入波尔瓦苏宿,经过阿尔德罗秀的风暴之后,人们的情绪会有所缓和。 月亮离开阿尔德罗宿,进入波尔瓦苏秀时,意味着光明的回归,就像暴风雨后的晴天。 因此,9月25日是一个非常适合开始并完成事情的好日子。 由于罗侯位于月亮的第十宫,这对商业和工作非常有利,职业前景会在这一天有所改善。 现在我们来说说9月26日,月亮这一天刚进入巨蟹座。 要记住,巨蟹座非常不安,它与对安全感的需求有关,因此,如果你感到有些不安,你就知道原因了。 而太阳,水星和凯图都位于月亮的第三宫,你可能会学到一些你需要知道的东西,也许是一些你不愿知道但必须学到的事情。 因为水星与智慧和学习有关,凯图则可能让你意识到这些学习过程有些困难。 不过,金星位于月亮的第四宫,这是非常好的配置。 你可能会进行一些装饰或者做一些家居装修。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美化家居或购置房地产的好时机。 如果你的母亲还在世,这也是一个探望她的好时机。 木星位于月亮的第十一宫,这一天非常适合与朋友、团体或组织会面。 这是一个结识新朋友的好日子,尤其是那些可能在工作上对你有帮助的人。 月亮在巨蟹座时力量强大,并且位于普沙素。 普沙素的象征是牛的乳房,象征滋养。 因此,我非常喜欢这一天,尽管火星位于月亮的第十二宫,要小心别人背后议论你。 不过总的来说,这一天非常适合去购物,尤其是与房地产有关的购物。 此外,如果有朋友聚会或社交活动的邀请,去参加吧,这一天将会是个很好的社交日子。 接着是9月27日,月亮仍然位于巨蟹座,并且继续位于普沙素,也就是滋养者。 我查看了一下,普沙秀的能量大约会持续到下午三点左右,之后月亮将进入阿世雷沙素,仍然位于巨蟹座。 当月亮进入阿世雷沙素时,要小心那些行为隐秘,不够坦诚的人。 此外,太阳,水星和凯图仍位于第三宫,这一天依然与学习新事物有关,但你可能会与兄。 弟姐妹有些不太顺利的互动,但你需要聚在一起,好好讨论事情,水星位于处女座,这对沟通有帮助。 现在让我们继续讲九月二十七日,当天,月亮整天都在巨蟹座,并且位于阿世雷沙素。 人们在这一天要警惕行为隐秘,不诚实的人要提高警觉。 另外,火星位于月亮的第十二宫,可能有人在背后议论你。 然而,木星位于第十一宫,这一天是与朋友见面的好时机,但要注意他们的动机和目的。 接着讲九月二十八日,月亮将在早晨进入狮子座,大约在中午五点至五点三十分中央标准时间。 当月亮位于狮子座的第一部分时,它处于摩羯素,这与遗产和领导力有关。 然而,今天最重要的一点是太阳与凯图合下,这是世界领导层的危险时刻。 实际上,我查看了许多世界领导人的星盘,发现他们基本上都处于危险之中。 这是一个关键日子,因为太阳代表领导者,凯图代表损失,这可能会导致一些严重的事件发生。 而月亮位于摩羯秀,这象征着国王和领导者,因此这一天带来一定的忧虑。 此外,火星位于第十一宫,这一天并不是与朋友聚会的好时机。 而且,这一天正处于黑暗月亮期。 记住我之前说过的,当月亮变暗时,这是一个更适合内省而非外向的时刻,不适合开始新的项目。 随着月亮进入巴萨米克相位,这是一个深入内心,远离外界纷扰的时期,就像隐世一样待在家里。 金星位于第三宫,天称作,这是表达爱意和情感的好日子,尤其是如果你有需要关注的兄弟姐妹。 阅读和创作也是非常适合的,但不适合开始新的项目。 现在我们来看9月29日。 在这一天以及本月的最后三天,月亮进入巴萨米克黑暗月亮期,这是一个应该退隐的时期。 因为到10月2日,我们将迎来日时,这个时期事情会变得更加深沉和复杂,就像是一个适合冬眠的时刻。 大部分时间里,月亮仍然位于摩羯秀,直到当天晚上8点半左右,月亮将进入前发楼泥秀。 前发楼泥秀比摩羯素轻松许多,尽管仍处于黑暗月亮期,这也是一个更具创意的时期。 你可以通过看电影、写作、绘画等方式表达你的感情。 最后,我们来到9月30日。 月亮大部分时间仍然位于前发楼泥秀,这是一个比之前更好的素, 但是到了当天结束时,它将进入后发楼泥秀。 后发楼泥秀更多与友情和团聚有关。 我并不是说你不该外出与朋友见面,因为这是一个适合与朋友共度的时刻, 但我建议你不要在日时之前开始任何新项目,至少要等到10月3日或4日。 这个时期适合结束项目,完成事情,而不是开始新的项目。 当天月亮位于狮子座,并受到土星的对冲, 所以世界上会有一种沉重的感觉,这是一个严肃的时刻。 不过有一个好消息是,水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运行得更快, 而在9月30日,水星将与太阳完全合相。 这一天充满了深刻的思考,太阳在雏女座与水星的能量相结合, 这是一个适合阅读、学习和揭示真相的时刻,尤其是关于你自己的生活以及世界的真相。 至此,我们结束了9月的分析,接下来将迎来10月的日时能量,以及更多令人兴奋的事件,尤其是在选举接近的时刻。 记住我之前所说的,在9月下旬,你需要加强自己的健康,因为将有一些关键的事情发生,我希望你能保持强壮。 因此,尽一切可能增强你的免疫系统,你会为此感到庆幸。 总结,9月22至23日,月亮与木星相合,带来乐观情绪,但由于火星的影响需谨慎。 注意言辞,避免伤害他人。 这是工作场所和健康改善的积极日子。 9月24至25日,月亮和火星在双子座相合,紧张情绪上升。 预计情绪波动,尤其是在家庭事务方面。 不过,这段时间也有利于商业活动的高效推进。 9月26至27日,月亮进入巨蟹座会带来不安全感,但也有装饰家居、房地产投资和社交的机会。 虚警惕隐秘的行为或不诚实的人。 9月28至29日,太阳和凯图在狮子座相合,预示世界领导人可能面临危险。 黑月向为鼓励反思,而非开始新事物。 此时有利于创造力的发挥和情感表达。 9月30日,月亮在狮子座与土星对冲带来沉重的情绪。 此时应专注于完成项目,而非开始新任务。 随着水星与太阳相合,这一天适合深思和学习。 谢谢。